六峰刺壁 现在我们六峰刺壁已经变了颜色了 这个手推多少 这个手得拉多少 你就一直在找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你一抓橡皮筋 百分之百就对了 一抓人就不好使了 因为你抓人的时候 你就不把对方当成橡皮筋 你把对方当成敌人 你思路就变了 你一定想对方是死的 我推他多少 我拉多少 又翻过来说 我拉他多少 推他多少 就找这个劲 就找这个东西 你只要对上了 对方腾的一下 他就腾空了 就是他就包括这个腾空 你要抓的地方小 他就是胳膊不舒服 他一下就这样了 就是觉得好像过了电一样 不舒服 因为这种两个平均的 这个一推一拉 能平衡了 这个感觉非常难受 我们正常人造不出这个东西来 这就叫护卫旗杆 护卫旗杆是什么意思呢 你能拉他的原因 是因为另外一个手推他 现在听懂了吧 你另外一个手不推他 你想拉他 对方正好和你平衡了 他的劲正好和你平衡 你没有用 那你自己造出个推的劲来 他要是顶你推那个劲 你拉那就很顺利 我们翻过来是一样 你想那个推他 你推不动怎么办 你一定得找个地方 在他身上你拉他 他要是拿出时间来对付你拉 那你推的就很顺利 一样护卫旗杆 明白这一个道理 将来你就知道了 你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所有的动作都连不上 就出不来阴阳这个劲 所谓的阴阳 就是你找着这个东西了 谢谢大家